在有效的疫苗即將推出市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已經進入了後疫症時代 疫情結束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 今天我和大家更新疫苗一些最新的發展 和和大家談一談 究竟在我們打到有效疫苗之前 應該如何自處 才可以保平安 美國Mondana藥廠 就是MRNA疫苗藥廠 又出了一個最新的報告 在參加研究的3萬多人裡面 最終有195人確診有冠狀病毒肺炎 這195人裡面 185人都是在安慰劑組織 沒有真的打到這個MRNA疫苗的人 打了這個MRNA疫苗 最終感染新冠狀病毒的只有11人 就是180多對11人 總體來說 MRNA疫苗的保護能力超過94% 而在195個不幸的參與研究人士裡面 有30個是屬於COVID-19的重症 就是嚴重的個案 這30個人全部都是在一些未打過MRNA疫苗 就是安慰劑組裡面 打了MRNA疫苗的人裡面 感染新冠狀病毒而是重症的 是零 這樣計算的話 這隻新的MRNA疫苗 打了之後能夠預防新冠狀病毒重症的 這個疫苗的機會率是100% 大家要留意參與者裡面 就包括了很多的小數族裔 長期病患的人 有糖尿病的人 也有一些年紀大的人 65歲以上 就是說這個疫苗 很多一個地步 無論你抵抗力多不好 無論你年紀多大 一樣的保護效果很好 至於副作用方面 大家都經常聽我之前說 他們的報告都牽涉沒有什麼嚴重的副作用 究竟他有什麼主要的副作用呢? 今天就跟大家高呼一次 打完針之後會引起的副作用呢? 就是打了針的位置有些紅腫痛 有些會周身肌肉痛 有些就是周身骨痛 累 以及頭痛 這些就是所有他能夠引起的主要副作用 Mondana 的疫苗 多好都好 可能都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Mondana 的疫苗 就是美國政府 就是川普的administration 就是用Operation War Speed 就是用一個不惜代價 不惜公本的計劃 去支持它發展出來的 它有成果的話 它一定是美國優先的了 即使台灣這樣算 台灣跟Mondana藥廠 是有一個聯繫 有一個默契的 但是即使台灣來說 似乎都要下年 下半年 才有機會拿到一些Mondana 的疫苗 另一方面 剛剛在英國 已經 approve 了 Fizzer 的另外一支 的 MRNA 疫苗 就是輝瑞藥廠的那支 已經訂了4000萬劑 因為一個人要打兩劑 也足夠2000萬人去打了 現在的疫苗 已經由比利時和德國 已經運到英國 歐盟 因為有20多個國家 還在談 還在吵 所以還未 approve 但是英國已經首先 approve 已經預備著一些 比如社區中心 或者場地 要訓練一些人 設立一些疫苗注射中心 第一劑的疫苗 應該這個月之內 就可以在英國開始打了 其實Fizzer這個疫苗 雖然儲存要非常之低溫 -70-80度 即是它解凍後 到打針中間 就有好幾天 照平時診所的雪櫃儲存 應該都沒有問題 如果這樣說的話 即是說疫苗由德國 比利時運到倫敦的話 倫敦要將疫苗 分發到英國各地 去威爾斯 去蘇格蘭 去人島也好 在文流上面 都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應該可以很快大規模施打 現在都不少人 就在想著會去英國 你去到英國之後 會不會說 都有機會打到疫苗呢 當然現在就不知道了 大家要留意 最新的事情發展 英國方面的官員豪賢就說 應該到了夏年 過了復活節 到夏天的時候 英國人應該可以享受正常的夏天 很多人都會懷疑 疫苗在這麼短時間推出 究竟可不可靠呢 其實在歐美國發展出來的疫苗 整個過程的透明度 是相當之高的 能夠這麼快可以製造出疫苗出來 一方面就好像美國這樣 因為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不息公本 去支持這個疫苗發展 第二方面當然就是科技的進步了 就是說這個RNA疫苗 用這個基因的技術 的基礎平台上發展出來 就會比傳統的疫苗快很多 整個疫苗發展過程裡面 並沒有忽略什麼 就是說整個認證的過程裡面 跟以前發展的傳統疫苗 是一模一樣的 並沒有省略什麼 當然疫苗是全新的產品 那你說是否一定沒有問題 沒有人擔保這件事的 但是其他譬如傳統的疫苗 一樣是這樣 就是說主要任何疫苗都好 它都是經過公開透明的程序 去肯定它的安全性的話 其實我們就有足夠理由相信 疫苗應該是可靠的 當然你說會不會一定有其他問題 你要這麼想的話 真的什麼都有風險的 不過就說其實新的疫苗 是跟我們以前用的疫苗 一樣是經過嚴格的口核程序 才推出的 所以大家都不用太過擔心的安全性 好了 當我們現在雖然知道有疫苗 當我們未能夠打到疫苗之前 大家都是要繼續繼續 很勤力很瘋狂地戴口罩才行 當然如果你選擇不戴口罩的話 那真的吃豬紅 立即見功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跳舞群組發生什麼事 大家雖然說是後疫症時代 也有機會變壞 然後才變好 所以大家都不能放鬆 絕對洗手戴口罩 避免聚餐 避免社交活動 仍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隨著不同的疫苗推出市面 慢慢我們就會知道 哪些人應該打哪些疫苗 即是不同種的新冠狀病毒疫苗 可能比較適合某些人 譬如最簡單就是現在幾支有效的疫苗 這樣算 如果最有效的 例如Mondana 或者Pfizer 這些90幾% 就應該給那些高危的 醫護人員 藥西社群 抵抗你藥的人 老人家那些 因為他保護能力夠高 但是如果你說 我們二十幾歲 什麼病都沒有那些 那可能牛津疫苗 就比較適合你了 可能牛津疫苗 現在的數字是60幾% 因為你年輕的話 你嚴重重症的機會都不是太高 所以你其實打牛津疫苗 應該都足夠有大 但是我們不忍都忍了那麼久 大家都要繼續忍耐少少 忍多幾個月 希望我們大部分人都打到疫苗 大家要留意 譬如我們香港這樣算 因為我們感染的人數相對比起歐美 比例都比較低 如果我們打疫苗 一定要大部分人的打了 才可以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 如果大家真的能夠打疫苗的話 記住就真的要積極參加才行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確認 比例 好